股友们好,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11号周三 今天的个股涨跌不一,我最后再说 我今天聊的内容是量笔、换手率指标以及它们的应用 有时候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做决策 量笔、换手率指标及其应用 量笔的含义,量笔是指股市开市后平均每分钟的成交量 与过去五个交易日平均每分钟的成交量之比 下面是它的计算公式 量笔等于现成交量总数处于现累计开始时间 比如说你开市了两个小时 这时候的量笔就是在两个小时这一刻 这一分钟成交量 总累计额处于累计的开始时间 120分钟 再处于过去五日平均每分钟的成交量 量笔的数值越大 表明当日流入市场的资金越多 市场的活跃度越高 反制表明股票的活跃度比较差 在富途牛牛里边 量笔就是在报价下面这一组数据里面的这个量笔2.47 这个是平均量笔 它不是及时的 它等于当天的成交量 在这里1207处于过去五日平均成交量的笔值 我们只能是看到当天的量笔 这个如果要看以前的 比如说想看昨天的前天的想了解量笔的变化情况 它没有 要知道我们就得自己算 我们把光标放在某一天的客线上 比如说放在这里 在悬浮窗里 你看这里有个悬浮窗 它来会随着你光标的移动 它也在移动 你把光标放在这里 它就会显示出来 当天的成交量是多少 然后我们把这一天的成交量处于过去五天的成交量的平均值 就是某一天的量笔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想知道以前的量的笔值 我们以前讲量价关系的时候 我们总是说这一天的量是过去五到七天平均量的几倍 那实际上就是一种量笔 只不过量笔指标它更超前 因为呢 以前我们说这个是这天的量是过去几天的平均量的倍数 那是只能是在这一天过后 我们才知道前一天的量量的大小 你看量是这么多 但是借用量笔指标 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当天的量能的大小 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过去五天的平均成交量 在乘以每天的量比 比如说在开盘两小时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量能的大小 如果不出特别意外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了 因为过去五天的成交量是一定的 然后乘以这个量比 量比它是相对不会变化很大的 然后就知道 我就知道今天的量一定有这么多 它具有超前的意义 第二量比指标的指导意义 量比表现的是成交量改变的速度和强度 据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个股的异动 如果量比是0.8到1.5倍 表明成交量处于正常水平 量比在1.5到2.5倍为温和放量 如果股价处于温和还升状态 则升势相对健康 可继续持股 若股价下跌 则可以认定跌势难以在短期内结束 从量的方面判断 应该考虑停损退出 AMD今天的量比是0.62 它就属于成交量属于正常水平 它是前期涨得太快 适当调整 AMD今天不上不下的出了一个十字星 强反弹它也不够条件 强反弹要求这一天的量要大于过去几天 下跌量的平均量的20% 它显然不够 LAC这只股票今天的量比是2.47 属于温和放量 股价处于温和还升状态吧 升了3% 可继续持股 LAC这只股票是个装股 以前前些天讲那个波浪理论的时候 我和埋伏进去了大概是13-14块钱吧 在这里 然后这几天的静悄悄的涨起来了 看这里 在这里你看筹码分布和密集在这里 那就是吸筹阶段完成了 这两天开始拉升了 今天的换手率也很高 不排除有一些人出货的可能性 开线这个形态有长长的上映线 还有同样长的下映线 表明多空双方激烈斗争 庄家的控盘能力也很强 也许接下来就会拉高出货了 应该还能再涨一波 我们再回到左边 量比指标的指导意义这里 量比在2.5到5倍 则为明显放量 若股价相应地突破重要支撑位 或者阻力位 则突破有效的几率很高 可以相应采取行动 就是说如果冲破了阻力位 就可以买入或者加仓 举个例子 Caterpillar Caterpillar今天的量比是2.55 属于明显放量 然后它的股价今天在这里是突破了阻力位 阻力位是这个地方 220 然后上一次我们不是说过 计算阻力位的方法 最高点243 加上这个低点 加上这个低点205 的核除以2 在这里应该是230左右 它今天这个量比这么大 明天一定还会涨 还会涨 因为看新闻说是拜登的基建计划要通过了 收消息面的刺激 这些基建股都涨起来了 我没有买过基建股 我这是看新闻的时候发现这个了 要买基建股的话 这个股是最好的 其他的小盘股买了风险太大 再回到左边 量比达到5到10倍 则为剧烈放量 如果是个股长期出于低位 出现剧烈放量突破 涨势后续空间很大 就像我们以前说呢 突然出现天亮 在这之前呢 就是几乎没有量 量很小 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是个股 已经有巨大涨幅的情况下 出现如此剧烈放量 应该高度警惕 在高位有人出货 这很容易理解 接下来 量比如果达到10以上的股票 一般考虑反向操作 以涨势中出现这种情况 见顶的可能性很大 即使不是彻底反转 至少涨势会修正一段时间了 如果是在股票阴跌了一段时间后 突然出现巨量下跌 那就是见底的标志 这也很容易理解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这只股票 它还是开的皮了 它这里就有一个 这不阴跌了这么长时间 突然 又有一个 巨量的下跌 这天的量比一定不小 这就是见底的标志 就跌了这么多 猛的跌了一下子 竟然这么大的量 这就是见底 量比达到20以上 就是极端放量的提现 反转的意义特别明显 接下来 这个很重要 量比在0.5以下的缩量情形 值得好好地关注 严重的 缩量不仅显示了交易不活跃的表象 同时也暗藏着一定的市场机会 缩量创新高的股票 多数是长庄股 缩量能创出新高 说明庄家控盘程度相当高 而且可以排除拉高出货的可能 缩量调整的股票 特别是放量突破某个 重要阻力位之后 缩量回调的个股 是不可多得的买入对象 这些下面划线的很重要 比如说这里 深色箭头这里 就是缩量 同时这里 这里是上涨的 算是创新高吧 这就说明庄家控盘很好 这是非常不可多得的买入对象 在这里买 就是以后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嘛 他就是说量比指标 在选股时候的应用 说的是这 第三 量比指标在短线选股时的具体应用 说的还是一回事 他这是短线选股 比如说他怎么选呢 他有的软件 他有量比排行榜 富途扬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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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 没有换手过这种 然后有涨停 但是还没有放量的个股 最好还选择比较熟悉的 或者以往表现比较好的个股 不要选择偶尔涨一次那种 比较扎的个股 就是短线高手们 就是应用量笔指标来选股 第四 量笔曲线 以及指导意义 在以上呢 我们说的是量笔指标 它是一个一个的数值 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值连起来 描绘在一个坐标系中 就形成了量笔曲线 通过量笔曲线可以得知 当日量笔的如何变化 同时也能得知 当日盘口成交量的变化 比如这就是Catpillar 它的量笔曲线 量笔曲线呢 它是在分时图上的 要注意的是 新的一个交易日开盘的时候 股价及开盘的成交量变化反差很大 反映在量笔数值上 就是开盘时候的量笔很不稳定 我们看 很不稳定 很多股票开盘时候的量笔数值高达数十倍 随后量笔数值急速下跌 因此我们应该静待量笔有所稳定以后再采取行动 基本上跌下到这里都开始稳定了 如果突然出现放量 量笔指标图会向上突破 越陡说明放量越大 刚开始时候忽略 如果出现缩量 量笔指标会向下走 当量笔大于1 说明当日每分钟的平均成交量 大于以往的平均值 交易比过去5日火爆 否则相反 成交量萎缩 第二 量笔指标 第一点买入法 就是量笔指标 它是在投资时候的一个具体的应用手法 指的是当股价和量笔指标都从低点开始上涨 如果两个线都突破前高 就是很好的买进时机 通常情况下 量笔指标低点买入法非常简单有效 在实际应用中 但是有些地方要注意 比如说量笔指标低点买入法 它不能无限使用的 它只能适合股价和量笔指标第一次或者第二次突破前高的时候使用 次数过多的话要注意 因为股价已经上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时候量笔指标 这时候量笔指标再往上涨 不一定是好事情 有可能是加速赶顶 第二 要结合 开线所在的位置和股价的波动趋势来使用 在高位的时候要小心 第三 量笔曲线与股价同步向上时不可以卖出 直到股价与量笔指标背离才可以卖出 比如说图示这个量笔曲线 箭头它是往上的 它和股价同步向上时 这时候不可以卖出 因为它接下来还是要涨的 第四 量笔曲线趋势向下时不可以买入 不管股价是创新高还是回落 短线一定要回避量笔指标向下的 因为量笔指标向下的话 如果是股价上涨的 它就会停止上涨 股价是下跌的呢 它就会跌得更多 直到这些就足够了 主要我们就是要知道量笔指标 对选股的意义和量笔曲线 在盘中的指导意义 特别是做DayTrader日内交易的人 要注意量笔曲线的指导意义 当然做DayTrader 他也要看别的指标 这个只是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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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